法国驾照 够的考题第29套试题 订阅铃铛 按一下哟 小狗的陈皮会提醒小伙伴们一起刷题 加油 爱你哟 第一题 图中车速是每小时50公里 马上就要到前面减速带和人行横道线了 我们以这个车速过减速带会加速胎面橡胶的磨损哦 导致汽车跑偏 严重的还会损坏汽车底盘悬化等等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应该踩刹车 在减速带前把车速降到每小时20公里 才可以降低损耗 R选项 不踩刹车减速 那很明显这么短的距离 此方法时间不够哦 A 不选 B 保持速度 更不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选择 C 我踩刹车 Cette voiture recule Je klaxon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je fait un appel lumineux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第二题 前方这辆车呢 在倒车 提一说 我们按喇叭提醒他吗 夜晚市区不可以按喇叭 所以选择 B 怒 第二问 那我们闪一下大灯 就是近光灯和远光灯交替来回闪烁 提醒他 后面来车啦 是的 这个方法既安静 又礼貌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择 B 和 C Je peux dépasser le camion Si je roule à katre-ving-dix-kilometer-heure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sandikilometer-heure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第三题 右侧有圆形近纸排 禁止超车 以及限速每小时90公里 所以提证问 如果我们车速是每小时90公里 或者每小时110公里 那就可以超过前面的大货车吗 不行啊 110公里每小时是禁止的哦 所以提二很容易就选出来了 选择D 那车速90可不可以超车呢 禁止超车的牌子在右边摆着呢 所以这道题 我们最终选择B和D 都是non哦 stationer sur le trottoir en allumant les feux de détresse et tolérer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第四题 提中文把车子停在马路牙子上 并且呢 开着危险灯 是可以容忍的吗 这样停车啊 不可以的 骑在人行道上 占用人行道停车 会影响行人的通过哦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择B None 关键词 成黄灯或者红灯 我们踩刹车 也来得及哦 不至于严重磨损刹车和轮胎 或者急刹车时 也不会影响后方车辆的判断 所以呢 我们选择A选项 Durant la première année de période probatoire Le capital maximal est de 6 points réponse A 8 points réponse B 9 points réponse C 第六题 在驾照实习期的第一年 我们有多少分呢 6分哦 无论是传统驾照 还是陪同驾照 第一年的驾照 都是6分 之后呢 每年递增2分 陪同驾照是每年递增3分 那这样传统驾照 在实习期3年后 会拿到满分的12分 陪同驾照则是两年 可以拿到满分12分 当然了 前提是 不可以有任何的违规哦 才可以拿满分 所以这一题 我们选择A选项 第一年实习期 驾照最多只有6分哦 Pour faciliter le croisement sur cette route et droite 窄路的时候 宽度超过2米 或者长度超过7米的 大卡车大货车 要给小车让行哦 所以途中 这辆大货车前脸这么宽 那一定超过2米咯 它应该向右靠 并停下来 闪灯示意 我们先行 是给我们让行哦 另外呢 如果是在Ville 在城市中 我们小车 要给公交车 或者客车让行 小伙伴们 咱活学活用哦 这一题的情景 两车相逢窄路上 Dat Camille 要给小车车让行 答案选择 被选项 我不用 必须停下来 Mettre le clignotant pour tourner à gauche est utile Réponse A Inutile Réponse B Obligatoire Réponse C 第八题 左侧路对面 蓝色圆排 告诉我们 在这个排子前 必须要左转了 不可以右转哦 而且右边 stop排下面 也有一个 禁止右转排 所以呢 此处 我们只能左转 题中文 这里打开 转向灯是 R选项 有用的 B 无用的 C 必须的 既然要转弯 那就 必须打开 转向灯 C 肯定要选的 那既然是 B选 那就一定是 有用的呀 R 也要选上 也就是法国人 能出这种 逻辑的题吧 最终答案选择 R 和 C 这个位置 是 套用的 答案 A Fatigante 答案 B Dangereuse 答案 C 第九题 图片中 这位驾驶员的坐姿 怎么样呢 R 合适吗 座椅背太直了 开不了多久呢 就会腰酸背痛 所以R不选哦 B 疲劳的 和C 危险的 是的呀 这样开 很快就会背痛 如果短时间 找不到休息站 就是很危险的 座椅姿势呢 手脚的活动空间 都不够 这样调节座椅的距离 并不适合它 答案选择 B 和C 我正好处理 为行 到Mérignac 答案 A 到Centreville 答案 B 到La Gare Saint-Jean 答案 C 第十题 题中问 我现在所在的车道 是去哪里的呢 A选项 去机场 Mérignac 可以看出呢 机场是在最右边的车道 而且马上就要右转咯 不对哦 B 选项 去市中心吗 是的呀 我所在的道路上方的 绿色牌子 写着 Santeville B 要选哦 C呢 是去 Saint-Jean 火车站吗 去Saint-Jean 在最左车道 所以 这道题 我们选择 B选项 我在去市中心的 道路上 欢迎点赞 加订阅 也感谢小伙伴们 纠正错误 小狗子陈皮 继续爱你哦 对 小狗子陈皮 小狗子陈皮